世界中的社会,社会简报由六度简报团队制作 离婚律师指出婚姻破裂背后的主要主题 英国独立报 离婚律师小邓尼斯·尔·维特拉诺·Dennis R. Vitrano JR利用他的TikTok页面揭示了婚姻破裂的夫妇的主要趋势 Vitrano说,他看到工作的妈妈们做所有事情 而他们的丈夫则退后一步,很少做育儿和家务 他的观察得到了机位回复视频的女性的支援 其中一位说,由于少了一个孩子,离婚后她的压力减轻了 2016年,密歇根大学的研究发现 已婚男性为女性创造了7个小时的额外家务 伊丽莎白·福尔摩斯在审判后的第一次面谈中承认错误 英国独立报 血液检测初创公司Toranos的前首席执行官伊丽莎白·霍尔姆斯·Elizabeth Holmes 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 他仍然致力于发明医疗保健产品 福尔摩斯在被判犯有欺诈投资者超过1亿美元的罪行后 被判犯有欺诈罪 他表示,尽管他卷入了备受瞩目的丑闻 但他仍然对医疗保健行业有呼吁 他补充说,他在Toranos工作期间摆出了一个幌子 这样他就可以被认真对待 这次采访受到一些社交媒体用户的批评 他们指责福尔摩斯试图改善他的形象 夏奇拉扮演了被鄙视的女人的角色 并迅速放火烧了他 英国独立报 哥伦比亚歌手夏奇拉在面对逃税指控 以及与西班牙足球运动员杰拉德 皮克分手时表现出了韧性 这位明星被西班牙当局指控欺诈14.5万欧元 1800万美元的税款 他的辩护团队提出上诉 但败诉 在可能判处八年徒刑之前 诉讼城市正在等待中 除此之外 他的恋爱困难最终导致一个关于草莓匠的故事 以及皮克有新伴侣的指控 然而 夏奇拉在音乐上将自己的处境转化为优势 用一首新歌来庆祝他的力量 而不是沉溺于情感上的自我毁灭 因此 表演者挑战了被蔑视的女人的传统叙事 这种模式依赖于女性的性感或疯狂 取决于他们的男性伴侣是否忠诚 并假设女性情感会导致毁灭 夏奇拉说他够了 学会了拥抱脆弱并表达痛苦 特朗普拒绝在纽约审判中作证的最后机会 英国独立报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拒绝了可能是他在民事审判中作证的最后机会 他被记者E.Jean Carroll指控犯有历史性的强奸罪 特朗普上周与卡罗尔的律师一起休息 美国地区法官路易斯·卡普兰 Louis A. Kaplan 在周日下午5点之前提出作证请求 然而 他没有这样做 特朗普此前曾表示 他正在缩短前往爱尔兰房产的行程 以面对卡罗尔的案件 卡罗尔声称特朗普在1990年代在更衣室强奸了他 在目前的审判中对特朗普提出的指控标志住对他的性行为不端指控首次在法庭上提出 特朗普一再否认这些指控 在回应MSNBC记录要求发布的视频中 特朗普在他的证词中两次将卡罗尔误认为是他的前妻马拉·梅普尔斯 当卡罗尔的律师再否认他的指控 时声称他不是他的类型时 他一再否认自己说过 卡普兰法官警告案件双方不要在法庭外对审判发表任何声明或评论 这次审判再次将真对特朗普的性行为不端指控问题重新置于聚光灯下 并可能影响他在2024年再次竞选总统的预期努力 我看着他死去 吉普斯兰被刺死的男人的妻子讲述了恐怖 悉尼先驱晨报 一名38岁的男子在维多利亚地区Cell的标准酒店外被刺死 法院听说 受害者家具制造商克林特、艾伦、Klinked Allen一直在庆祝妻子的生日 然后在周日凌晨与一群男子发生争执后受伤 艾伦最初来自墨尔本 但在澳大利亚旅行一年后返回维多利亚后 于一月份与家人搬到了吉普斯兰 这位准祖父的朋友称他为慷慨的人 他会把他背上的衬衫给你 一名20岁的男子被捕病被指控谋杀艾伦 Dignitas创始人路德维希 你内利 我们应该有选择死亡方式的自由 金融时报 总部位于瑞士的辅助死亡服务机构Dignitas庆祝成立25周年 这个非盈利组织已经使3700多人结束了生命 将自己视为一个竞选团体 也是该服务的提供者 协助死亡现在在10个国家是合法的 美国几个州和法国很快也将效仿 每两周就有一名英国人前往瑞士结束生命 创始人路德维希 尼内利 Logwood Mine利 认为这是一项基本人权 几乎每个人都应该享有这项权利 尼内利希望看到安乐死合法化以及协助自杀 在瑞士 医生可以为具有决策权的患者和那些 不是出于自私动机的患者开出终结生命的药物 尼内利将走得更远 允许患者在失去决策能力时下 令自己死亡 尼内利已经90岁了 但仍然开朗而积极地说明那些希望结束生命的人 秘鲁金矿火灾造成至少27名工人死亡 半岛电视台 27名工人在秘鲁阿雷基帕地区的 La Esperanza一矿的一场大火中丧生 其中一条隧道发生短路后起火 该矿是合法的 由Minera Yonequivo经营 该公司已经在秘鲁经营了20多年 采矿业是该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核心 占其GDP的8%以上 也是拉丁美洲最大的黄金和铜生产国 秘鲁也是世界第二大银 铜和新生产国 尽管取得了成功 但过量预防中心在美国很难销售 华盛顿邮报 就在上个月 罗德岛官员宣布了一个人们可以安全使用非法药物的地方的位置 这是美国第二个此类计划 该社是将为游客提供艾滋病毒和秉型肝炎检测 膳食和淋浴 以及支援小组和成瘾治疗 而工作人员将随时使用纳洛酮逆转过量服用 对吸毒中心的法律打击于美国毒品死亡的严重程度 形成鲜明对比 今年迄今未止记录了超过10万07千起致命的过量用药事件 宾夕法尼亚州参议院于5月1日以压倒性多数投票禁止 在美国州设立受监督的药物注射场所 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葡萄牙等其他国家也存在类似的设施 也称为过量预防中心 美国各州目前正在处理监督药物注射设施的合法化 然而 美国的两个州 科罗拉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 最近都有受全监督注射中心的法案 但没有成功 社区对这些中心的抵制 特别是来自这些中心的抵制仍然很普遍 因为担心鼓励吸毒 犯罪率上升和淋漓枯萎 尽管过量预防网站取得了良好的结果 但更多此类设施的建立受到一项被称为破解之家法规的联邦法律的阻碍 尽管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是美国对阿片类药物危机的不成功反应 2021年12月 该市招标的旧金山紧急减少伤害中心 一个过量预防中心在卫游客提供近10万顿饭病说明伤口护理转疹和治疗后被关闭 一些出席者描述了漫长的等待时间 以及人员和用品不足的情况 西奥高级警官在逮捕土著男子期间使用了过度武力 CCC 悉尼先驱晨报 西奥大利亚州的一名高级警官在逮捕期间多次殴打和辱骂一名土著男子后 被判犯有严重不当行为 拉特克利夫警长庸有20年的经验 并于2021年9月与其他三名警官一起前往巴士站 逮捕了43岁的L先生袭击公共交通管理局官员 当他在一辆安全的警车后面与远警进行口头不合作时 拉特克利夫以辱骂性语言回应 然后强行拉住L先生的腿 然后反复殴打他 拉特克利夫在一份委托报告中坚称 他的行为是适当的 符合西奥警察的训练 西奥远警行动技能培训学院的审查得出结论 拉特克利夫警长的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必要的 也不符合警方的指导方针 已经决定重新开始调查 并找到一名独立官员来审查最初的调查 记录显示 消防员在奥尔良爆炸现场面临危险的救援行动 加拿大CBC CBC新闻获得的文件详细介绍了沃泰华消防员去年2月 在营救两名被困在奥尔良大爆炸废墟中的建筑工人 时所面临的困难 消防队员最初发现 很难找到并到达第二名工人 因为该的点受到严重破坏 难以导航而不会造成进一步的伤害 虽然工人们设法相对焦快地 说明了第一名工人 但第二名工人被埋在建筑物上层的坠落碎片中 需要进一步的支援才能解救它 科迪、特洛伊、克罗斯比被指控纵火和形势过失导致爆炸 消防部门的档部包含有关爆炸前任何现场安全的任何资讯 刚果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01人 州长 路透社 据省长Fill & Gray Beach Cossie称 上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南部洪水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401人 暴雨导致河流泛滥 导致布输输村和尼亚木库比村被淹没 中央政府已派出代表团前往卡莱海 并宣布星期一为全国哀悼日 安大略省将从联邦政府获得1万2100万美元用于打击枪支和帮派暴力 多伦多星报 加拿大联邦政府已承诺在未来五年内支援39000万加元 3.07亿美元的执法和预防犯罪举措 其中 1万2100万加元已被指定用于打击安大略省的枪支犯罪和帮派暴力 这是2017年首次宣布的联邦预防犯罪战略的延续 为各省和地区提供资金 除其他方案外 采取行动打击枪支和帮派暴力倡议 以前曾支援魁北克打击枪支贩运的半人马行动和独立远警部队 不列颠戈伦比亚省有组织犯罪局 最新的承诺 是在加拿大统计局的一份报告之后做出的 该报告显示 与十年前相比 2021年与枪支有关的暴力犯罪增加了25% 付出一毫米 失去一英里 昆士兰州的青年犯罪辩论如何转向 悉尼先驱晨报 专家表示 使用惩罚性措施解决青少年犯罪无助于解决青少年犯罪的实际原因 应该引入预防青少年犯罪原因的替代方法 根据住宅护理部门集团Picare Queensland的首席执行官Tom Alsop的说法 昆士兰州政府必须以更明智的方式解决青少年犯罪的根本原因 随着青少年犯罪在围绕联邦和州预算的讨论中变得越来越普遍 遏制这个问题的替代选择可能会受到立法者的更多关注 六人受伤 因为拥挤的科罗拉多度假村游泳池的暖通空调系统崩溃 英国独立报 周六 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附近的盖洛德洛基山脉度假村的供暖和通风系统的一部分倒塌 造成六人受伤 其中两名伤者受重伤 倒塌原因尚未确定 度假村将进行调查 谢谢收看社会简报